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向北约提出军援战机的需求 纽约时报就爆料了 说美国现在正在建议波兰 把波兰的俄制战机提供给乌克兰 然后呢美国补偿你 把台湾跟美国订购的这个F-16 先给波兰作为补偿 国防部虽然否认这个说法 结果被美国的国防部打脸了吗 因为美国国防部的回忆是说 这个我们只是内部的初步讨论 可见这美国媒体的报道 显然并非空穴来风啊 结果没有想到波兰不但不愿意提供战机 而且对美国交换战机的方案也说 我们对你的F-16没兴趣啦 我们要请教一下贵民委员 所以显然波兰知道要避战谋合 不要卷入这个纷争当中嘛 反观远在千里之外 我们台湾现在硬被美国 要卷进这个纷争当中吗 难道拜登觉得台海的情势紧张程度 是不如乌克兰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F-16 可以不给我们了 我们先提刚才那个 小哈提到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些讯息呢 我不知道台湾的有没有 可是我们看外媒报道呢 其实在前一阵子 当乌克兰呢 当乌克兰在呼吁北约的国家呢 这个希望能够建立在乌克兰领空上面的 它叫做no fly zone 他提出来这个要求的时候呢 北约国家就拒绝 为什么拒绝呢 因为他拒绝他就是担心 如果他实际上面呢 同意有这样的行动的话 那就等同于会被俄罗斯视为 你其实已经是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这个战争 而不是只有俄乌之间的一个战争 那当然在事后呢 普丁对于这件事情呢 他也很明确的 他就讲说 如果你有任何一个国家呢 对于支持这乌克兰这个no fly zone 就在领空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不可以飞行的这个空间的话 那他就把这个国家呢 就当成一个敌对的一个国家 把它当成一个敌国 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上面来想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就是说 本来俄乌之间的战争 如果把它限制在俄乌之间的话 别的国家其实还可以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战争呢 它可以有短期或者中期的获利 长期我其实不认为会有任何人获利 因为我觉得战争呢没有人 任何的战争 其实大家都是输家啦 长期来讲 那短期之间当然人家会觉得说 美国获利啊 因为不管你的石油也好 或者黄金也好 我们看到它的账价在今天 它就是一个现实 所以但是问题从长期来讲 你美国能不能供应全球 尤其是欧洲国家 它所需要的天然气 还有它的这个能源 看起来按照目前的情形 它其实也是不能的 所以我们讲说短 短多长空啦 那虽然比如说像有一些的 对于制裁的行动说 我不提供给你IC晶片 给这个俄罗斯 那当然对俄罗斯来讲 它同样它是短空长多 刚好相反 为什么因为它认为就是说 它必须要自己要有自治的能力 或者跟它的一个盟国 比如说中国大陆 它要结合这样的关系 让自己将来这些不会依赖西方国家 这是一点 可是从我们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就满同意刚才帅将军提到的 我们看这个俄乌战争 我们要想到的其实是自己 我们是远在千里之外 如果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北约国家 它都不愿意投入 真正的一个行动投入 它本来只是 我说no fly zone它其实也是讲而已 它连no fly zone它都不愿意同意的情况之下 以台湾你出来主动的讲说我要制裁 我记得在第一时间 当行政院提出来的时候 我在第一个时间就表明了 我说你的主动制裁跟你被动的配合 其实是两回事情 果不出其然现在台湾就被列入一个反制裁的一个名单 就是说你是不友善的一个国家 我们看到其实从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 说行政团队它其实应该心知肚明 因为原来的这个华为的事件 美国按照这个出口管制里面 不准台湾的厂商把晶片给华为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台湾不是属于美国主权的范围之内 那为什么台湾的厂商会需要配合 简单来讲就是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台湾厂商不敢去得罪美国 但是你被动的配合跟你主动的一个制裁 在国际间的它的含义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被动的配合是你不得不 但是你主动出来制裁就是你挑衅 所以你对于俄罗斯的这个情形 你的这个表态 觉得我们的行政单位觉得说很自豪 然后现在的文青上面也讲说 什么的这些有的没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它对台湾来讲 它的损害其实是最大 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 在国际间 帅教授讲到的军事的部分 我要提到的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我们天然气14%来自俄罗斯 然后我们其他的煤 来20%来自俄罗斯 就不讲这个 我想我在第一个时间提出来奶气的时候 大家还讲 行政单位还讲说 你这个交易额很低 你完全不进入状况 现在我讲完之后 美国的杂志它就出来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以赖氧气还有一些的新有的 稀有的这个原料 这些的东西 当我们的行政团队 他没有国际端 那他好歹也要去问一些专家 他不去问一些专家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自己又不听信别人 他做出来决定 就是全民必须承受一个不专业 又没有国际端 他的行政单位 做出来的后果 依然就像防疫也好 疫苗也好 缺氮也好 都有全民来承受 睡不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 感谢观看